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停地磨合 精进自己的节目 力求就是为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在新春假期之际 献上一份最诚挚的祝福 是挺辛苦的 因为每天都要往台里跑 有一点累 还行吧 反正一天连一次 风单开始连 最近连排很密集 然后每天也是催自己早点睡觉 然后饮食健康 让自己健健康康地迎接 这个密集的工作强度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而且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尽善尽美 然后把最后的呈现能够做得最好 所以不管是 我觉得都是为了最好的结果去努力 其实这次彩排挺紧张的 因为这次挑战了一个高难度 感觉我是在耍杂技一样 其实也不是很累 但是真的人多 舞台很热 还好 真的是有一种又辛苦又兴奋又开心 因为其实主持人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工种了 比我们辛苦的人大有人在 连排其实还好 挺像每一次上台 都是一个宝贵的经验 然后每一次下来 我们都会根据现场的状态 还有观众的反应再去调整 我觉得挺好的 是有点憔悴 大家看出我是有点累 还行 还行 那么多老艺术家 那么多的工作人员 大家都很累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工作 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然后再累也是快乐的 要说这2018年的春晚舞台 除了许多登上春晚好几次的老熟人 还是有一些初登春晚舞台的新面孔 毕竟是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在全国观众的瞩目之下 登台表演 难免也会有点紧张 这新老司机心态的差距 也就这样显现出来了 其实这一次的经历都非常的难忘 因为是第一次参加春晚 所以非常的开心和激动 其实因为这已经是第三年了 所以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可以说是司空见惯 所以还好 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这样的一个整理工作 包括调理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紧张是有的 但是更兴奋 更嗨的是能够参与这次的开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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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春晚这是第二次表演 第一次就是从走到跑 然后这次就跳起来了 希望下一次飞起来 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春节所承载的最重要的意义便是与家人的团圆 但对于要登上春晚舞台的艺人们来讲 必定要牺牲掉一些与家人团聚的时间 来为全国的观众们带去欢笑 但一旦演出结束 他们心里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家人 归心四见可谓是再合适不过的比喻了 陪爸妈好好吃一顿 大吃一顿 快点回到家人身边 跟他们一起团聚 迅速地奔回家陪我的小宝宝和先生过一个交子年 回家陪爸妈 对 然后直接回家了 然后好好地在我爸爸妈妈的怀抱里面 然后陪他们打打麻将 然后聊聊天 因为毕竟春晚其实应该和他们一起来敲钟的嘛 可是没有机会敲钟 所以只能回去好好地陪他们补偿补偿 去我家吃饭 都去我家吃饭 好在因为我的节目是第一个嘛 然后表演完了 我就可以回家赶上吃年夜饭 之后我会回家里边陪家人一起吃一个晚一点的年夜饭 把家人一起聚一聚 看接下来的春晚节目 然后吃着我们喜欢吃的东西 习惯的东西 其实就是平平淡淡 但是又很开心的幸福 大年三十呢 一般呢 我觉得就是每一位中国人 都应该就是去拜年 去各家拜年 完了以后 给各个亲朋好友 亲戚朋友拜年 完了以后呢 要吃年夜饭 这是一个气氛 然后要回家 如果就算不能回家呢 也一定不要忘了去送祝福 完了以后要打开电视机看春晚 为什么呢 因为春晚好看 然后是我们像一个传统的习俗一样的节目 大年三十就是在后台 加上舞台上度过了 完了以后还是要回家跟家人一起 爱奇艺娱乐 北京报道